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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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這是喬頭國小取錯跟校的事件 我想這兩天大家在新聞報導上都看了很多 我想我們現場有一些家長有一些同仁 那也有一些媒體朋友都一起來關心這個事情 那我們中心一向秉持 就是說作為一個學術單位 我們關心這樣的一個環境治理跟健康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會很高興 我們今天主要會請到兩位重要的來賓 一位就是坐在我們右手邊的台大公衛學院的副院長 詹長卷 詹教授 好 那我們另外一位代表是 這個雲林的麥寮 彰化大臣的這個許麗女士 他們也是屬於這個長期的污染部 那剛好在三個禮拜之前 詹老師也有公佈彰化大臣的這個成人的這個體內的這個金屬 中金屬的濃度 所以這也都是一個相關 那許麗女士因為趕高鐵 應該是到台北了 他接近在七點的時候到 那我想今天是一個輕鬆的場合 本來我們這個場合我們從上個禮拜也在考慮這樣的場合 我們希望能夠請到政府的代表來 那透過這樣的場合 也讓政府代表的艷麗來真正動起來 那我想這個政府單位也受到了一些壓力 也在禮拜天 其實早一點是在禮拜六做出了決策 那是說要來進行這個許座本校的這個 許座本校的這個遷移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天 這個家長的反應蠻強烈的 那我想我們今天可以就很多觀點 大家來思考 那大家來討論 那也就是我們沙龍的一個意義跟目的 那現場也有媒體朋友 我想他們也會透過他們的文字 來將我們的想法 大家的想法做蒐集來討論 那我就簡單的講一下 做個開場白 其實這一件事情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大家很關心現在 許座本校小朋友到底要不要簽校 那這涉及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健康權的問題 那從詹老師的研究或是說 從現在釋出國衛院的第二年的研究報告 我們都看到這個小朋友 無論是離開暑假 這個回這個家裡 或是說他在前面 在這個纖維橋頭 橋頭本部的時候 他的血液濃度 就大概其實是明顯的降低 那所以在這樣一個明顯證據 或是說我們根據國際的一個 預防性原則 即使是要保障小孩子的健康權 我們就建議應該是要 讓小孩子進出簽校 第一個很簡單的觀點就是 那現在家長反應蠻強烈的 我想這個類似要繼續溝通 那通常就是說 小朋友在家長會認為 這是小孩子的受教權 小朋友是不是有一個簽校以後 有沒有一個良好的空間 教學的環境 我想這個受教權跟這個空間 都是政府可以再補強 再加強 讓家長覺得有誠意 這個部分也是非常重要 那這部分就牽涉到這個 整個在當地的社會經濟 設計弱勢的部分 這待會兒我們有空再談 那我想這個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 剛剛也有記者朋友 其實下午都有記者朋友打進來問 說台塑在或家長在質疑說 那離啟修國小比較遠的 公安國小或其他國小 這個 油彈油漆也濃度也很高啊 那這怎麼辦 那所以我們可以反應看到 我想大概詹老師會從科學觀念來講 那所以這個是整個 你要進去對六親 再進行更積極的監測 就是政府部門應該對六親 進行更積極的 才能夠真正的徹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也不是說所有小學都要欠校 那當然許多國小因為是離眷境 只有900公尺 離這個六親的綠溪廠 所以這個是勢必要來執勤 那第三個層次也就是 我們中興長崎灌溫的層次 就是我們長崎灌溫 就是我們長崎灌溫就是 從一個核色經濟 到綠色經濟的一個階段 那六親或是說實化產業 因為在台灣過去有非常多的貢獻 我想這幾天林權院長都講話了 就是說實化產業如果要繼續留在台灣 一定要逐步朝向林污染的狀況 那這也是國外都做得到的 那我們當然要積極的鼓勵跟呼籲 台塑應該要負更多的社會責任 那他們這個台塑當然對外宣稱是說 科學上他們認為有意義 那既然有意義 那我們會認為是不是應該再透過更公開公正 獨立的研究 先做進行許多分校的地方性原則的簽校 然後繼續進行這個監測 然後這個我要講的是 從核色到綠色經濟就是 這一次是不是能夠再次的展現 我們新政府對於台灣 要從這樣一個核色跟比較污染性的工業 走向一個高質化 走向一個綠色的石化產業 這也是我們積極看到的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中心要提出來的一個呼籲 怎麼樣真正新政府展現它的潔心 要從一個核色慢慢轉移到綠色經濟 這一次的作為 我想很多民眾或是很多關心這個問題的同仁 大家都很積極的在看 好 那我想我做這樣的一個開場白 那這個整個事件 我想貢獻最多的也是非常關心的 就是從詹老師對於這個六卿的一個系列的研究 那我想這樣是可以做非常充分的 跟我們討論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現場的朋友或是媒體朋友也有比較多的機會 因為今天時間還蠻多的 大家深入的來探討這樣的一個屬於台灣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那這樣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怎麼來突破 那我記得我們小英總統講說台灣有系統性的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怎麼來一個一個突破 那我們歡迎詹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晚安 首先那個 道歉雖然不好意思調查一下年紀 有沒有2000年以後出生 有吧 2000年左右 1998年 應該有 這些年代很重要 這些年代很重要 就是說在台灣的土地上有一個叫做 大概接近2700公頃的土地 當為台灣最大的一個工業區 那我們簡稱做6000 它是整個完成差不多在1998年 全海造陸把它造成 那開始生產 98就開始生產 比較大量生產差不多2000年開始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時候才出生的 你會覺得那是even 那是台灣的 如果你是之前出生的人會看到說 那是台灣本來沒有的一塊肉或是一塊柳 它長出來 這個時間很重要 時間會影響到我們今天想這些事情 那如果更往前去說石化工業 這麼大的一個工業區要在台灣哪個地方設 那又有好長的路 從宜蘭到桃園到台中到彰化到最後在一路 那為什麼 因為科學上知道工程上知道 它是一個污染的工業 人民的認知也知道 它是污染的工業 所以人民沒辦法接受 才會跑很多地方 這個都是歷史 台灣人的歷史 台灣人感受這樣 台灣人的知識是這樣 看一下看這個 有一個歷程是這樣在過的 那很多人都講說 工廠社人 然後政府應該有評估對不對 那也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沒有影響像你現在看到 那麼詳細的評估 那一個國家發展本來就是逐步的 那有時候也無口後悔 但是你不能用現在想當然好的時候 所以都評估得很清楚 但是當發生事情 然後有各方面的意見在講的時候 特別是廠商在講的時候 那就常常會講說 這個 我們都評估過啦 那就是 不是那麼完整的評估 再來就是說 我們都合法了 那我們想說 法例都是照 道理在設定 設定以後呢 而且設定都是 用最充足的知識去定 那我們影韓也說一定定得最嚴格 我們常常都不去懷疑這個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 那事實上是不是 光是VGM就是最近爭論的這個 那我們的標準都少人家 算十倍的 也可以算到百倍的松 那我們也是有法令啊 你說有 他就是有啊 但是他就是 不是你想像的 所以今天一開始說 你要去理解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清楚去判斷 我們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 那同樣的執政者 他也應該這樣去做 去理解這個事情 可是 人容易用很亂念 就是看到現在的 他想 你看到的東西 那個歷史的脈絡都是一致的 都是同一個時間開始的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判斥這個 你就會自私益分 這個東西怎麼會打劫 其實沒有打劫的 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是這樣 那拿來今天這個具體的例子 就是說 那六星就開始2000年 1998年年底 1999年 大量開始生產 那那時候的評估呢 就說 整個工業區就可以設定這樣子 有60幾家工廠 可以生產這些東西 那些東西 然後這個評估說 以那時候的狀況 然後呢 對那個時候的環境 他們說 還在可以容許的衝擊之內 很多專家 包括我是不同意的 可是總是 用很多方式通過的 通過那個環境也是 非常非常激烈的 有印尼縣的地長啊什麼都在現場 那個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可是那個時候通過的 六星這個工廠旁邊的環境 跟你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想說是沒問題 不是當初我們一聽話說 當初說沒問題啊 可是當初說沒問題的環境現況 不是現在這樣子啊 什麼樣子呢 譬如說當初有說隔離水道要800公尺 因為這個東西是有污染 有危險的 所以可能要離遠一點 你知道現在剩下100公尺嗎 所以本來它應該在海的很外面 現在是在陸地的旁邊 所以它是個臨陸地呢 還是它是個海上的工業 想想看 大家覺得說 不是過了嗎 不是這樣 可是後來就不是這樣 當初說這樣還不夠 旁邊你知道台灣的西海岸 從日治時代都種了很多木麻花 國民政府來了也要繼續種 所以這時候就是有很大片的木麻花 那也是綠帶叫做隔離綠帶 這個隔離綠帶還不夠還要六七再繼續種很多樹 就這樣 那既有的村莊就在幾個村莊這樣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橋頭國小許錯分校 它這個村莊就叫許錯 以前也沒有村 兩年前才把它變成一個村 叫做中西村 這也是很奇怪的名字 那種地方取這個名字是很驚訝 但是總是就是這樣 好 所以當初橋頭國小許錯分校 跟台灣許許多多的分校一樣 因為離本校太遠 怕學生那時候交通不方便 我們政府為了國民教育 然後就講說受教權 就蓋了很多的分校 所以許錯分校的舊校詞 就在許錯附近 這是六七環境影響體股的時候的現況 好啦 三年前不知道是為什麼 有人把本來的隔離帶的木盲房裡 在一條進入六七的大陸的 兩邊都是木盲房的這個樹林 左邊一張塊就把它砍掉 砍光了 然後在那個角落上蓋了這個 許錯分校詞詞 這樣 所以當你每次你要去講說 以前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以直接用到這個case 這個case就是不一樣 三年前 所以幾座分校新職就這樣誕生了 這個學校因為在黃宮嶺裡面 有人的住家在黃宮嶺嗎 沒有 沒有 所以全麥窯鄉沒有一個人的家 比這個學校更接近六七 所以你就聽到說我們白天去暴露 然後晚上回家也暴露 這個話對不對 對啊 可是他沒有講說白天是到最近的去暴露 這 如果有記者就要寫 我們寫時聰要寫清楚是 白天到最接近的去暴露 晚上去回到比較遠的也是暴露 沒有錯 但是你不寫這個 我們就用我們的想像說 白天這個學校也在我們社區 所以我白天也暴露晚上 譬如我們讀者讀起來是這樣 所以你們在吵什麼 怎麼可以說學校要搬 然後住家還在 這樣就很多人沒有去現場 所以不知道 也不知道這個 這是有差別的啊 差別多大 他的舊校區是離這個 會產生利息的暴露的工廠 兩千三百公尺 他的新校值是離他九百公尺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些學生 不是在他的村裡面的分校念書 這些學生是每天要特別去 離他村子外面的分校的新校地上 因為我去做研究我知道這個 我還幫他們反映說 你起碼要有校車啊 否則每個家長都起碼有車 後來真的廠商有提供校車 否則你知道嗎 那一個進入六七的交通的繁忙喔 不下於我們心態度 只不過一輛一輛的小車 都換成大卡車 我說那個繁忙的程度 每天這樣車次 進出還有上班的人 要怎麼樣 要交通管制的喔 你能想想 交通管制車道是要調度的 上下班是要調度的 不過好多好多都是大卡車 你說小孩子 跟著這些要去上班 上個 這是你們想像中的分校嗎 想想看 這不太一樣 好啦 所以這個學校是六七已經營業 幾乎十幾年了 然後大人不知道用什麼的決策 這麼為好 反正就是大人做決策 不是這些人 這些人還沒有進小學的時候 有大人決定了 把一個要隔離污染的綠袋 產除了 蓋了一個學校 然後現在去那邊 所以當我第一個用意 要去做這一個研究 我在之前在六七附近的十幾個鄉鎮 我都一直在做研究 是雲林縣政府委託的研究 地方政府 到今天為止 如果沒有去做這個舉措 中央政府都沒有出到玉毛錢說 國主動要來做這個 六七有沒有忽然 然後理想去影響 就在劉建國立委 他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做個附帶結議說 中央要出一些請坐 然後中央政府裡面 當初的衛護部的國家會 部屬的裁判法人社 這個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不是國家的 他是國家有出資的 就是他也不是叫做什麼國家級的 那就是一個禮詞叫做這樣 他就是很潔作的 他當然不會做 因為在那邊當地最會做的就是我 所以他要給立委有能夠很快的成績 他當然找詹老師合作 我說好 我就要合作 我就告訴他說 好像有一件事情這樣在發生 如果我們日以繼夜那邊做研究 當然知道這些事情在發生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來做這個 那可能最容易有成果 因為一個小孩子 一群小孩子 會被移到那個地方去念 那假設我的假說是對的 越接近污染也 污染會越嚴重 那小孩子就會越高啊 就怎麼樣 那為什麼會做VCM呢 因為我在雲林坐了好久 每個人都要問我一句話 有沒有六星的污染指紋 看到他就知道是他的 我說石化工業 火力化電廠 有很多污染 有時候會跟交通污染衝突 有時候不容易分等卡 那我盡量去找 那也有專家學者跟我建議 也有自己知道 因為我之前曾經做過 綠溪工人的庫路 台灣或是世界 在綠溪溪的工人標準裡面 我這個Paper是很重要的 我們綠溪溪在做的時候開 那個反應槽開的時候 整個那個綠溪暴露出來 很多工人就行到 我們那時候就在台灣 好幾家工廠去做這個事情 那當然你看到他們有 有這麼大的一個綠溪溪工廠 在六星裡面 那當然就是最好的一個指標 除了這種工廠 沒有第二個來源 車子也不會開放 其他工廠也沒有 那這個就是指紋 環境上有的話就是他來的 所以在雲林麥寮地區的單一最大的綠溪的排放 忽然點就是這個工廠 就是這樣 所以這樣很好啊 所以你就來做這個 那這樣的綠溪其實不是很容易測的 因為它是比空氣重 所以它飄的方式比較複雜 看看各種狀態之下哪飄的 不會像你想像說 有一個東西飄到空氣 風一吹就一定那個方向 因為它是比空氣重 什麼東西比空氣重呢 高雄氣泡的氣體啊 還記得嗎 綠溪啊 所以才會在那個溝裡面跑跑很遠去 這樣你瞭解那個意思是 它會怎麼飄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空氣本來除了離開工廠以後就不好測 遺跡也很貴 所以我們用的最好的很難過的方式 小朋友就變成採量器嘛 他吸了以後那個尿液流 這講起來是你就用它尿液 就是它一天會吸到多少 在學校 在公 在家裡總的就在它的尿液 其實我們還做了好多的事情 這個國會院的報告要慢慢出來 我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採量 去到學校 出了學校都會有採量 可是給尿液漸漸的會告訴大家一些什麼 但是當我們第一個先要比較說 離工廠遠近的學校有沒有差別 然後就開了一個工廠會 做了一個學議 用這個預警原則就是說 寧可信其有的情況之下 為了保護幼小的生命 那我們就把它移開了 那我們還是繼續做這樣 你才能專心做啊 不是嗎 雖然從科學上它吸的越多 我們越好做啊 對不對 可是那倫理上那是不對的啊 我寧可我做出來的事沒有影響 可是它不再暴露啊 今天這個學校要不要改變 裡面有一個很深的倫理師在想這個事喔 所以但是很遺憾的第二年 它移了一年 第二年再沒有任何討論 那沒有回去念了 那今天以後我們也會不到那個學校去做 它完全不配合 那就多了一年 我說像白老鼠一樣 在那邊一起 沒有人能過去了解它 他們的狀況之類 那任何科學的問題都有很多漏洞要去補 不是不補 但是時間有限 那很多人就講說 你們第一年不同的學校 都差了一個月再去採那個尿液 你可能不准 你最好同一個禮拜裡面通通去把它採起來 就去做啊 真的這樣做了 做的答案也一樣 可以吧 這個都合理的懷疑 只是說在做這個的時候 如果小孩子是離開那個地方 做小孩子比較行啊 你也做這個是很花時間的 不只花一些 是很又很貴的儀器要去做的 我的學生 我的助理 是日理基業這樣做的 每一個記者寫出來的平均 平均下面就是一大堆人的平均 每一個人去做出來那個 心酸血淚 不是外面可以做 我們做科學就是 這是我們當然要去做的 可是說大家不要寫這樣很容易 我要特別要這樣子 這樣還不夠啊 所以你們都只有做脈療那個地方 你怎麼知道全台灣的小朋友都跟他們 如果跟他們一樣 那就不是六斤了 合理啊 所以就把全台灣跟他們一樣年紀的尿液 然後呢 去盡量找那個 他們沒有職化區的這個尿液 一測呢 都是這邊測出來的十分之一 甚至一半以上都測不到 這樣不是答案嗎 還要什麼答案 可以啊 我再講 再講 有人就講說第一年就講說這個 不可 我已經收過 空氣中的VCM的來源 所以就只有這種空氣中 可是很多人就講說 他會吃東西啊 吃那個吃那個 喔 兩條都有道理 他就通通就把它排除 也可以吧 這個 答案也是一樣的 把所謂的可以懷疑的 他吃什麼 喝什麼 他就把它排除了 那還是看到最近的學校就是這一關 這就是科學的事實 可是呢 從第一天開始到今天開始 你就會看到 廠商 或是我引號所謂的專家 把曾經做過排除的東西 都一再再講 那我們的記者就一再再寫 然後就會來問我說 但老師我要請你意見 這樣才能平衡 這不叫平衡 這叫混淆的事情 都做過的事情 他在講 記者就不該寫了 說你這個 無聊嘛 你怎麼一直在講 可是我們的報紙就會這樣寫啊 然後他就可以這樣講啊 那我們科學一直做這個幹嘛 我說告訴你都排除了啊 排除也不是我講的啊 是大家說都要排除 我們就去做啊 做完專家也審查過啦 審查不過說 我們台灣人很沒信心啊 用中文寫的叫做不科學 我說詹老師你要去國際期刊發表 他就是發表啊 審查的人也說 你有沒有排除這個 我們都說 他說有啊 你就有排除啦 所以寫來寫去 他就發表了 竟然還有兩者說 這個 不客觀公證要再找 什麼叫第三公證在哪裡 如果我不是第三公證 那誰是第三公證 那找來就是第四公證喔 那第四公證做完的時候 就說那也不行啊 我們找第五公證啊 就是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啊 公證不是一二三四 而是說這個方法是可不可以重複嘛 科學方法可以 他來也是同樣的方法啊 這樣知道嗎 什麼叫國際學者 我就是國際學者啊 國際要做這個就問我 然後我們台灣說 我做這個不是要去找一個要問我的人說 他來做叫做國際學者 這樣大家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論述是非常奇特的 都用符號在講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整個的科學到這裡 我們叫做暴露大概就建立了 也就是說這個汙染真的 汙染到小孩子的身上 那在七八個月前國務院在做的過程 我們做這些事情要去抽血 要去天健康檢查還要做超醫科 我們要怎麼做啊 我們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小兒科醫師 要到現場啊 你知道小孩子的血液是不容易抽的啊 要針要比較細啊 所以這個是好多的醫師 參與去做這些事情的 我們當然會看到他健康上 他有沒有傷害的跡象啊 那綠與虛就是異己的致癌物 他的最重要的清洗的器官就是肝癌 他會產生只有他才會創造的一種癌症 叫做肝血管肉 他不只會肝血管肉的 他也會肝癌 別的地方的人不知道 台灣人都知道肝癌是什麼 他要走上那個路徑的時候 就會像什麼 肝功能異常啊 你們常常聽到 滴肝的代言字我們就說 他就是會肝功能異常啊 接見有人會肝腫大啊 我們當然要去篩檢有沒有這個啊 他就暴露量大到一個程度以上 真的這個就 肝功能異常就比較高嘛 不是我們喔 是六到十一歲 六到十一歲的小孩子耶 以後在凱大校已經看看 在跑步的下課以後來跑步 六到十一歲小孩子 這不是風險 這是危害 已經看到了 當然要採取行動啊 不是嗎 被他們在用什麼方式回去在那邊面 去啦 去那間面 這用動詞要弄得清楚喔 賣了狗小許錯婚校是 我們不該去的去 所以賣了狗小許錯婚校只有 去不去的問題 沒有回不回的問題 那本來就不該去的啊 是大人蓋的一個 不該蓋的地方的學校 學校硬體好不好 好啊 別的地方可不可以蓋 同樣硬體的學校 可以啊 不是說那邊有硬體的時候 一定要回 沒有回去 就去啦 沒有人要去的 因為他不該去 所以只有去不去的問題 沒有回不回的問題 就這樣 那傷害了 還要去 傷害了 這社會在討論這個事情 有一些關鍵的觀念 一定要弄清楚 這個清楚 不只是這些人的健康 問題是 台灣整個社會的 倫理 道德的基礎 到底在哪裡 兩千多萬人 只給現在五十八個小孩子說 有一股力量窮盡 你就是要去那裡 那我們找不出出路 說你就是去啦 我已經不斷的用這些 這幾年來告訴大家說 那就是不該去的 不該去那邊念書 該給他們好帝王好好念書 那他現在把它滾了 說不去那邊就不能念書 怎麼可能呢 是不是 我們是個研究者 更是台灣應該算是 最好的大學的教育者 我們怎麼不知道 教育重要呢 所以健康權 教育權 哪一個重要 當然健康權重要 我都活不下去了 當然就是要健康嘛 教育權不重要 當然重要啦 我教育怎麼會有未來呢 這兩個有我們的衝突 一點都不衝突啊 怎麼會衝突呢 這為什麼 我們的社會機制跟條例 一定要把它衝突起來 本來就沒有啊 又可以健康又可以教育 只有教育沒有健康 你幹嘛 你給他拿後呢 讓他拿到學位以後開始生病 那就沒有未來 小孩子肝就不好 人生有彩色嗎 是 這個倫理的位階也很清楚的 所以處理這個事情 怎麼是技術問題呢 當然也是技術問題 可是如果那個位階沒有弄得很清楚 我們的社會以後 我不知道怎麼討論下去 這些裡面的癌症 十年後 他要問誰 他要克責誰 克責我們每一個袖手旁人 他不知道 他能決定嗎 他國民一無焦慮 那你又變成什麼 這一群人呢 國民一無被害焦慮 這樣 誒 怎麼是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在那邊角力 你又看到很獨左的社會 在看這裏 然後我就說很簡單 不該去的地方 你不會告訴你的最好的朋友 不會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去嘛 不是嘛 你都告訴他去哪裡 去漂亮的地方 你會弄好玩的地方嗎 怎麼會去危險的地方 我們的中文造句就不會說 我很高興的介紹你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受苦 不會吧 可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時候 我們叫小孩子是這樣耶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是滿清楚的 那接下來的下一步什麼 讓受教權跟健康權做到這 他既然是先工廠或學校 很多人問我 或是家長說 為什麼叫我們先 我就是不該去的就不要去 人家先有工廠 我們一大堆的有權有勢的人 就反而弄一個地方不該 念書的地方 工廠有汙染 你應該先退啊 今天如果像大城鄉台西村 我先有村 你再有工廠啊 你叫我退我怎麼可能退 這不一樣啊 所以我們對工廠也要合理 不然以後 我就是要幫忙圍牆去蓋一個房子 你汙染我那你工廠走 這不通嘛 不可以嘛 對不對 但是 詹老師這樣講 對台座七月或六星上是公平 這有優先順序 但是不是說 我們也很清楚嘛 不是退了這個汙染就解決 可是這個動作不做 你也是對不起家工廠 本來就不是你可以去蓋的 就反過來啦 不是嗎 他退了以後 其他的村莊不用做 我先來啦 你後來汙染我啦 要不然你退啊 不然怎麼合理 這社會才有一個道理這樣走下去啊 知道了 可以這個退不退 去不去 其實滿重要的 那這樣社會才有一個 合理 和解 我更希望那是合法的方式 大家來解決這些事 好 所以 許錯分校的分爭到現在 你如果這個 今天很清楚把你們掌握這些以後 紛紛擾擾 一些事事而為的言論 混淆視聽的言論 我真的 希望我們台灣的記者 在報導這麼重大的一些事情的時候 不要客氣 你看清楚一些事情 你在報導完 你也可以稍微寫一下 報導不是說他講什麼 我統統原句講 如果那個詞句是在混淆視聽 明明知道 你有責任讓讀者去 這是怪怪的 你要指出來啊 所以我今天下午開始 就接到很多電話 他說他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 我們很多 我們都靠我們醫藥記者也認識我 你們很難 你們常常講說 問到這個事情哪個專家講 說請這個專家講 再請那個專家講 這還有道理 他們開記者會說在那裡 沒有一個是專家 他們是可能很有錢的資本家 可是這樣我為什麼要跟他對話呢 為什麼他講話我就要回覆呢 你們應該講這是不對等嘛 那台灣的學術的價值 學術的機會 就因為誰都可以這樣來講話 這樣 因為他們不用念書他們可以講話 我們不會認識我 我不敢講話 這樣對嘛 就這樣隨便講 我就一定要回覆 所以有記者要問我 你今天就來聽個清楚就是 事情是怎樣 那往前怎麼走 我們的社會正常 那我這個努力 這個事情有過了 如果你們要再看更多的密集 這個波折很多 為什麼林選演員會 還會稍微緊緊去 如果我是所有可能的管道 一定是合法的管道 一定是用說服的管道 如果佛系都沒有用 還是要說 你們身邊就這麼 我剛描述這麼簡單的 倫理道德的位階 是非黑白的 這麼清楚的事實 都重不了 他沒有未來 還突然沒有未來這兩個字 就是很多小孩子 很多人就自己要去相伴 因為這個就是沒有道理的一個社會 所以今天在社科院裡面 我用什麼叫做 這樣做 這個是對我的名義 那個test 那個test就是一個choice 這個是make it or break it 然後那個也是一個 如果這麼清楚 都可以到最後 我們再辦一次我這位 我到時候我就會講出來 我會說有7年的朋友 這個是我還是保留 我就保留 我們看看怎麼樣 但是真的是一個 我看不到什麼 AI時代的關係 謝謝 謝謝詹老師 我剛剛聽到這個廣播 在講的 大家知道最近有一部電影叫 《冰獄禍禍》 《全力的巧思》 我想我跟詹老師 我們最近兩個禮拜的感受是非常深的 好 我想今天來現場 關心了這麼多的民眾跟同盟 大家當然都心裡想說 要去關心跟發展台灣應該有更好的未來 所以這裡面有非常多的東西 那我記得我們三月底到四月初 我們在這個外面的長廊辦這個南風展 南風展有兩位重要的攝影作者 一位攝影作者是許正堂先生 那他們兩位作者也都來這邊 我們也開了一個討論會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也請到這個 就是彰化大城鄉也是受忽然的代表 許莉女士 那她就是許正堂先生的妹妹 我想她也可以來到現場跟我們 談一下具體的 他們在當地的感受 再講一次 其實台灣是需要轉型 這個轉型如果我們還停留在原點 那剛剛詹老師講了很多的話 很多話裡面有一個叫做混淆事實 那很簡單就是說一個社會要從 我們剛剛講要從一個核色的經濟 轉向一個進步的綠色的經濟 這裡面有太多兵力與火的權力在交織 然後有很多 剛剛詹老師講了一句話我擴展一下 就是說這應該是一個很清楚的倫理問題 小孩子不應該去那邊 怎麼是變成政治利益跟經濟利益現在在角力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正式這樣子 那待會應該是會有一些民眾也會問 那當地家長的想法 我想我們也都理解 所以我們待會可以進一步再來討論 那我們現在還是先歡迎許麗玲女士 大家好好不好意思 因為趕了一下前面一班還是沒趕 剛剛詹老師講的 我一進來他講 其實核心就是那個樣子 那許錯國小 我就是姓許 溫道家又許錯像 很多人問我說 許錯國小跟你有關的 其實如果把佐水溪拿掉 這個地 剛好我們家那個台西村跟許錯國小其實是一直線的 所以當佐水溪不改到的時候 這個以前有舊佐水溪 佐水溪如果是日子時代不改的話 我再採 我們那個台西村跟麥寮那個地方是連著 所以他麥寮有個許錯 我們家有許錯像 我們村子裡面有個三姓 那一定要有一個三姓村 那其實是台語發音中三姓 那照地下變三姓 那現在關鍵裡面三姓村也在裡面 那這個許錯國小的事情 我大概 我常常講說我要統計一下 我最非常問到 為什麼家長要回去 剛剛這樣 我大概所有媒體都每次問完 我說如果你到那個現場 其實就可以都 其實根本不需要研究 你只要站在那裡 你就可以知道 那個其實是不用研究的 就像我們台西村 三老師進去兩年多了 第三年了 那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人進去 有人 其實有很多人也拿著很多學禮來問我 然後他們跟我說 你說的重金屬 你們台西村的重金屬 很有可能你們知道的 很多植物啊什麼 他就會講了很多科學 他也會來跟我講說 TDGA我跟你講燒稻草的味道 這是大明兒 我只要這樣講 那我只跟他講說 那如果我聞到的那個味道 你只要告訴我是不是出爐 你只要告訴我是不是出爐 這樣就對了 那我就要反問 事情很簡單 我們所有的科學邏輯都很簡單 他都會一直畫 那如果你認為 連稻草這件事都會有TDGA 我不是學畫中生的人 我不是科學出生的人 為什麼那個石化塑膠 這個東西不會有TDGA 也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在檢視說 不可能啊 那個你們生長那些重金屬 絕對不是不可能是六青啊 有可能是什麼 那他的假設基礎就是 六青不會有這個汙染 那我就大家想問了 如果我們的生活周遭 那些燒丟臭什麼什麼 都會造成這麼大的汙染 那請問石化煙造成什麼汙染 就這麼簡單 如果六青會沒事 那我們也不用廢了很大的功夫吧 果光石化是一樣 剛剛來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本來會有 我們幾個官員廢的話 那因為本來預定的那個官員 都是參加反國光 我就想 到底就這麼很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當初 國光石化大家認為 他不該存在青 問六青會沒有影響 那這樣的話 來看待的話 就簡單多了 所以 那我 我一直在想 像我 我也跟大長之務過說 那別人這國家怎麼做 那我今天看了一下說 他說 今天看了一個新聞 因為 連我女兒在車上都跟我講說 媽媽不得了 你看你聽網播一直講 許錯國小 許錯國小 這件事情就大條了 你怎麼搞的 因為他搭我的車去說 這件事情真的很大條 那這樣六青怎麼辦 但是 很冷 六青又講 他講了一句話 他講說 他VCM廠是全台 全世界最大 那 那我 我看到這個 所以我心裡想 對啊 那你就講對了 你的VCM廠是全世界最大 那怎麼會沒有污染 他會這麼小耶 那美國這麼大的地方耶 那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你說好嗎 我們 台西村少人也 離那麼近的地方 都住了四百多個人 你怎麼會VCM廠 全世界最大 然後這個件事情 還很驕傲的說 我們VCM廠是全世界最大 這個就是 事情很簡單 然後我們會讓 企業一直 一直講 然後很多人也問我說 那為什麼今天家長的反應 其實今天家長 那些阿公阿嬤出來 到前一陣子 你如果有注意看的話 是 先是村長鄉長出來 村長鄉長那些人出來 你如果是在地人 你心裡一定很清楚說 他們的小孩在那裡 我最喜歡講說 許錯過這件事 如果 如果有一件事 是 是 政府做了一件事 譬如說 交通現在很亂 政府沒有管 那我們當家長的 怎麼會把小孩子 再放到馬路上跑 這就是我每次覺得很簡單的事情 台灣也搞得很複雜 那我也常常跟記者講 如果我的記憶 我那個時候 應該是高中大學的時候 台灣開始網咖流行 我們後來都還會說 學校的五百公尺外 不能有網咖 那這個石化業 怎麼會學校蓋在九百公尺 剛剛老師講的那個先後 這件事情就沒有那麼難釐清 那為什麼家長會陷入那個 我每次都說 我都直接講白了一點 台灣其實 我住的那個地方 跟許錯過獎的那個地方 白白講都一樣 就是它是台灣社會階級裡面最重要 今天他要理解一件科學的事情 他都很辛苦 你要這些家長去理解這些科學的事情 他裡面很辛苦 然後呢 這些所謂的村長 鄉長 這些人他會綁架 他會綁架這些家長 我今天舉個例子好了 我也沒有被挑戰 當然有啊 我在台西村 這樣這幾年 從國化那 石化那 一定很多啊 他那些村長 鄉長 我前一陣子 還是會有人指著 彼此來看到我的時候 鄉代表 他指著跟我說 你是什麼東西 你憑什麼一直講 台西村是癌症症 你是在污名化 他說我在污名化 然後他講那個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住在那裡 你聽得懂嗎 我住在那裡 聽得懂 但是他還是很難 那他當代表 那他口氣就很大 那他這些人 很簡單 我跟他舉的時候 你說我都姓許啊 那村長也姓許 鄉長也姓許 這些事情都可能發生 然後你今天要站出來的人 他會有一個社會的 這個社區的壓力 他壓著你 你沒有辦法站出來 而許錯國小 這些家長就是這樣 我再舉個最簡單的 我常常講說 我拿我台西村獎的話 我們都是被淘汰掉的階級 才留在那裡 這是最簡單 台灣所有的這些偏鄉都是 跑到剩下的人才留著 跑不掉的 走不掉的 都是這些人 那請問這些人 他怎麼會有能力去理解說 我什麼叫TDGA 我的廟藝裡面怎麼樣 然後再經由這些所謂的鄉長 村長 這些人在競選的時候 六親跟他們結交得太很好的關係之後 然後這些人站出來 只要再講幾句話 請問這些村長 請問這些家長有沒有辦法站出來 像跟我一樣說 他就沒有那個能力啊 那我常常在講說 台灣社會不能是一個有權力的人 在等待這些沒有能力的人 要聚集一個很大的共識以後 我才敢做決策 這是我這三年來覺得最難過的事情 每次都全部要等待說 你們通通要有共識了 地方也要共識了 所以我才敢做 什麼時候怎麼會變成民主到 那一點點 我給你權力變得相對的懦弱 怎麼會懦弱成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然後他會讓 像今天地方政府還是講 中央政府要他走了 所以我地方政府得了這樣 他還是沒有很勇敢的講一句說 孩子放在那裡會有問題的 孩子放在那裡會有問題 一開始就錯了 不能再錯下去了 再講白了 我再講一百萬 我們都不要講說 這以後未來生病了怎麼樣 我們再講 他只要有一天爆炸或是什麼 他不是沒有公安事件 他只要再發生一次 那請問這些政治人物誰來擔擔 孩子在操場的帳簿 誰來擔擔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沒有人敢出來講一句話說 那孩子就不能站在那裡 那孩子就不能站在那裡 那現在搞得家長說 全部在耍賴 全部在耍賴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 你當一個很清楚哪有權力的人 其實你是有能力的人 那你怎麼可以讓這些沒有能力的人 他去承擔所有的 我們所謂國家經濟發展的苦痛以後 然後才又期待這些人起來推什麼東西 這是荒謬到極點了 那我有時候會比較遺憾的是說 原來是我們的教育需要自欺欺人 因為他就發生在一個學校 我進去許錯活小 不下一個學期不下七八次 因為很多人要去 然後他去找我 我說好我帶你去 那個酸 那個熟悉是我台西村的濃度更高 我大概我女兒也很敏感 我不好意思我再講我這個暑假 我還特別在到美國的食話區區 還是有那個味道啊 怎麼會沒有味道 食話也會沒有污染 騙人的啦 對不對 要不然我們大家都 我們連抽菸都要禁止小孩子抽菸 為什麼會人家說很大條的事情 還要講得這麼多 很自然 很自然還會這麼燙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稍稻草 一天到晚一直罵農民 你們在燒倒逃 那那個怎麼會 那美國那個地方是不是也是 他當然也是荒郊野外啊 那相對就是 高老師講的啊 美國很大啊 我後來又想了 對啦 美國很大啊 美國這個國家相對 這些日本家而言 對於美國這個國家而言 其他都是小的 那我們剛好相反 相對台灣這個國家而言 原來這些資本家相對國家而言 我們的國家才是小的 那一天才想清 要不今天六親跟 跟這些民眾 跟這些 跟這些家長怎麼會變成這樣 那他不是階級嗎 那六親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賣了 每一戶 就拿了一點所謂的電價股 7200塊以後 然後拿了那個利益以後 他不敢當真 雲林縣政府難道 沒有拿到相對的利益以後 再期待更多嗎 那我們彰化線是不是也在想 當然在想 大家通通在想 對啊 我認為相對張雲這些地方的人 坦白講 張雲這些縣政府 相對六親 也不過就是賣了拿六百那個太多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想在裡面 獲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你透過國小演出 那個學校寫得很清楚 台宿企業 一進門你就看到 台宿企業捐贈 政治人物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去要來的 然後他還會跟社區跟你說 我是幸福去討那些好好來 你們同學還不愛他 那些得利益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跟麥寮的理事長對話過 我說今天會這麼痛苦 就是你們談了六百塊 談了不清不楚 為什麼會是六百 你知道他們怎麼回應我 他說 什麼六百塊 我告訴你 徐小姐 本來是百六塊 他很驕傲地跟我講 因為我在跟他講說 你說你們有夠沒有欺負 你們拿六百塊 你們為什麼不是去說 六千塊 六萬塊 你們說那六百塊 就跟我說這樣 他回答我說 他回答我說 本來是一百五耶 我們還談到六百塊 那我後來想啊 今天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台北會這樣聊 那他就是接住 那台宿企業講那麼多 我每次都一直想說 你就派你們家的一級主管 你什麼高層 你怎麼在這裡找這樣就對了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還有 我也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很多人問我 我就說那你再想一下 新竹、直小好了 新竹、竹科那個地方 那些學校的家長是怎麼配置 請問我們許錯國小的家長是怎麼配置 這樣就好了 新竹、直小是不是竹科那些人 那每個人都是安排 搶著進去念 然後他們那些人在那裡 那請問 許錯國小的那五十幾個小孩的媽媽 有沒有三層是外籍的媽媽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事情就是 我們一直期待 那個沒有能力的 去告訴有能力的人說 我們要這樣做 那是更荒謬 那我們彰化大臣 很多人問我說 那會不會有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心裡想 哪怕空哪滾 可能也是 可能也是一樣的狀況 今天我在大臣發聲 可以好像比較容易一點 就是 通通沒有那個意義的角度在裡面 所以大臣的聲音好像還比較大 就是差別在此而已 那 人說是什麼味道 是什麼 其實只要站在那裡 就可以去想 有沒有影響 事情很簡單 我們在那裡生活那麼久 每個人講到的話都是一樣的 那我就平均好 那我就看到那個忽耐了 那為什麼周遭的人都是這個樣的 所以 我覺得後來 每次聽 詹老師 不管他到我們那裡做暴落或是什麼 有時候都會很難過 就是說 所有的教育過程 不就是 那個科學之間很重要 可是我們很好笑 那個 像錯誤我想 那個 學校的老師 我不知道 他站在那裡的時候 他在交代那個 所謂自然 所謂生活 所謂太多的東西的時候 要怎麼辦 所以我才後來懂說 我在的環境 坦白就是一堆欺人的在一起 都要先欺騙自己說 這件事情怎麼改變 那我們要繼續在這裡活下去 然後才繼續 有另外一批人在欺騙別人 就是存在那個很謬誤的社會裡面 那這個是 我其實這幾年來最大的感覺 就是 沒有一個很誠實的 當有拿到權力的人的時候 他其實從來沒有很誠實的站出來 面對自己 或者他該面對的人 那我覺得 還不只是這樣子 我後來一直在想說 其實簡單的講 我們從頭到尾的教育都沒有交代 我們要好好的去對待自己 跟環境的那些過去跟未來 他真的沒有好好的教育 那個才是 才是和解 我們要怎麼去對待你的未來 就是詹老師剛剛講的那個未來的小孩 那你的過去 怎麼會做這樣的決策 好像跟這件事情有關的人 在那個所謂的當事者跟當事人 都沒有好好的策略想過 這才是這件事情一直在發展下去 我大概 大概剛剛在車上想一下 如果你們講什麼東西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想今天回應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多半 就是一些記者常常問的話 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孩子的家長會是這樣 其實把節奏性稍微給你想一下 你就可以理解那些孩子的家長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 這就是台灣的社會 其實有存在於一個地方 是台北的價值觀看不到的 我們的所有決策跟所有看待環境 其實都一直用台北價值 在看所有的台灣 這個台北價值還包括 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都必須要來到這個地方 那比較 在轉一個身來講 那也好像也只有在台北面找到 這樣的聲音跟這樣的溝通環境 說有一些人在關心 這跟我沒問題的事情 因為跟自己有關係的人 他竟然還像大家 這麼能理解設計劃 這個我是很簡單的想法 謝謝主力理老師 那我們接下來就 有很充分的時間 我們就來做一個沙爾龍式的討論 那當然 這個事情也不是講得這麼沉重 因為這事情還在發展 那我想 我還是先講 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有臉書 那希望在場你的同仁 回去用你的臉書 把你看到想到 把它寫起來 無論這件事怎麼樣 我們從事 把它做一個很好的紀錄 那 它就是會像脈絲一樣 那一天發光發亮 但是現在已經正在發展 好 那我們就 現場記者朋友 或是在場的同仁 我想我們就 提一下問題 或提一下你的想法 好嗎